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一普通话频道 今天是2023年12月10日,星期日 最近有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失联 这是向投资者发出的警号 无论是公司内部的高管 还是董事成员被抓还是失踪 都会对这家公司造成很大的伤害 经济学人指出 随着中国的经济放缓 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会面临破产倒闭 他们的公司领导人也可能会突然失踪 最近至少有十几家中国的上市公司 被迫要发布高管失联的消息 最大的当然是恒大的许家印 最近又传出中国的巴菲特 就是沃华医药的董事长 兼实际控制人赵炳贤 他在7月份已经被中共抓了 还有就是电竞直播平台斗鱼的创办人 兼首席执行官陈绍杰也失联了几个星期 斗鱼已经证实 陈绍杰在四川被当地警方逮捕 罪名是涉嫌开设赌场 随着越来越多高管被捕的个案增多 企业讯息的披露不完整引起了中共官方的不满 国有证券时报 为失联的高管提供讯息揭露建议 强调说这些失联的老板不应该有所保留 被捕了就一定要公布出来 否则会对投资者很不利 董事长是否正常参加公司会议 可不可以履行公司的职责 这些都可以通过核实 例如向董事长的亲属 以及相关部门咨询情况 而不用等到传言四起 公司才急忙发布消息 中国的高管接连失联引起了经济学人的关注 报道指出 一旦中国公司披露老板失联的消息 外界通常都会认为他们已经被警方抓了 投资者也会很紧张 这些消息通常都会使得股价不断暴跌 一天就可以下跌八成 报道说 今年至少有11家中国上市公司被迫披露他们的高管失联的消息 中国的经济放缓 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普遍 他们会因为多种原因而失踪 今年年初 中国的并购之王包凡被抓 引起了整个金融圈的震荡 有两家中国最大的民间资产管理公司是与中职集团关联的上市公司 他们的董事也在最近失联 事发在北京市朝阳区 当局宣布对中央集团所属的财富公司涉嫌违法立案调查 这件事发生在7月份 另外还有中职集团旗下的中融国际信托 他们出事了资不抵债 导致投资人损失惨重 另一宗案件发生在11月尾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重大事项 就是大连的美籍母教育科技公司 他们没有办法跟董事长马洪英女士取得联系 大连美籍母教育科技股份 在公司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 都没有办法联系董事长马洪英女士 经过跟他的家人沟通之后 截至目前未止 公司也无法确定有没有办法跟马洪英女士取得联系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同一天 新疆的天山畜牧生物工程公司也发布重大事项 说公司董事长马长水失去了联络 其实美籍母和天山畜牧都是中职旗下投资控股的公司 这两个董事长一直跟中职系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 根据CNN的报道 现年38岁的马洪英 由2015年起担任中职的首席财务官 他在中职收购了美籍母几年之后 就被中职委任为美籍母董事长 另外 现年59岁的马长水担任天山畜牧董事长 也兼任中职的副总裁 当然 中职到处收购 他们要派自己公司的人去收购和空降去管理 所以失联的人有很多 除了被官方拘捕之外 他们失联还有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跑路 上个月 深圳洛克资本的老板张颖豪 在他公司的员工群组内说了一句话 我要走了 你们也走吧 随后就处于失联状态 记者实地探访了洛克资本的深圳办公室 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其实就在他失踪的当天上午 还有人把钱汇到他的公司 洛克资本的涉案金额大概有12亿 有超过400个投资人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了 所以 跑路的人也有不少 洛克资本在深圳也很出名 他曾经投资过很多知名企业 2023年度 中国最佳新能源新材料领域 投资机构的前30位榜单 他们也有份 而且还跟IDG资本 以及红杉资本一起上名 当然在新能源领域 中间有多少人跑了 也没有人知道 洛克资本排第15 第一是IDG资本 红杉资本排第11 除了跑路之外 还有欠债 关于欠债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大陆很多企业 已经不行了 其中有一家是金牌制作人 是一家很出名的公司 叫做龙泉风暴 他在去年欠了几个月的工资之后 CEO兼创办人曹南 突然出现在员工大会上 他说 大家不用担心 只要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 我们最差的情况 就是卖给B站 莫问题 结果 他在发了两个月的薪水之后 又失联 之后又欠了很长时间的薪资 其实在大陆 类似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 就是公司出现了财政危机 老板为了躲债而跑路 但是最坏的情况 主要还是被公安拘捕 都知道大陆公安的德性 他们不管你有犯罪也好 莫犯罪也好 只要他们想赚钱 就会勒索你 或者是在税务等不同方面 卡你的脖子 就是刁难你 找你的麻烦 找你麻烦 不外乎就是要在你身上榨取财富 又或者可能是市政府的意思 想吞了你的公司 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人 叫杨龙 他是华晨汽车集团的老板 后来华晨汽车整个公司被人吞了 是被官方吞了 结果他要出走美国 这件事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高管出事 因为在之前也传过碧桂园的老板杨慧言出事 但是后来他又跑出来辟谣 没办法 你了欠人家那么多钱 天知道你会不会跑路 这是大家最害怕的事 现在许家印一直是处于失踪状态 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但是凡是这种企业的高管或董事长失联 实际上他们都是凶多吉少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很差 经济一差 共产党就会有很多打算 不如杀鸡取卵吧 不如吃掉你算了 如果这家公司还有剩余价值的话就吃掉 没有价值的就轻盘倒闭 反正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出事 在经济不紧的情况下 因为中国的经济全部都是靠杠杆 靠借贷 所以资金链一段就会受不了 公司就自然会倒闭 所以接下来会有大量的公司会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甚至有一些还在正常运转的 也会因为资金紧张而断裂 当然 这些公司最终的结局就是会被侵吞 被共产党吃掉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你做得很好 但是做得很好一样会被侵吞 例如孙大午 共产党编了一大堆理由 说你非法集资 破坏市场规矩等等 然后就判你的刑 没收你的所有财产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让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广告